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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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吳所長他 德國留學回來的時候 就一直在推 你看他這個是環境藝術 我們一般跟我們想像的藝術就是一幅畫 10萬 20萬 我們擺在家裡面的客廳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 藝術是有階級的 我們社區居民一般的 我家的客廳透過來 當然白玉也不可以 這個魚泉器也不掛 所以他就一直推一個底墊 就是說留得回來以後 就是覺得說 你藝術可以有很多種的形式展現 你可以用環境的 我可能有行動劇 我就一個人關在籠子裡面 這樣關個30天 也是一個藝術的呈現 那就是這都是一個很實驗性質的 那時候一般到30年來 他們一直在推 那時候人一直覺得說 這個人是藝術家嗎 他是校的 所以他就經過這麼多年推 我們政府現在慢慢注意到 創意就是一個創意的底墊 你去想想 原來這也是一個藝術 就耕耘了那麼多年 終於有了一個成果 所以我對藝術有興趣 烏瑪麗在台灣藝術史 是有一個篇章的 就已經變成一個傳奇性的一個人物了 一定會有這個 沒有看到你的畫 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同學經常去美術館的 還有在學畫的 您很難得今天聽到我所講 你有什麼 今天整個一個 再整個你去想 這今天藝術的一個想像 有一個什麼衝擊 大家可以再補一下那個驕傲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大部分這種社區在照 就是中圈的比較推動 如果說社區均弱 就是在沒有敬佩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說有哪些方法可以賺錢 有這樣子嗎 有錢和有錢犯是方法 沒錢怎麼辦呢 好 我剛剛說那個樹莓坑西 我們是完全就是居民自己做的 因為我們都住在那一帶 只是說剛好 因為我們是搞藝術的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 並不是錢 而是想法還有人 你如果這些東西找到了 錢就會自動的進來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 其實2009年開始思考那個 我們那個溪流的問題 那其實思考這個問題 是社區很少就有注意到 但是大家都沒有辦法 都只是每個人都在罵 這個水溝很臭啊什麼的 罵政府罵一堆人 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改變 那後來他們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想 那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那怎麼去串聯周邊的學校 一起來關係 因為一開始就是人是重要 還有社區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社區做一些討論 因為討論也不用錢 反正大家就定期聚會 然後來想想這邊應該要怎麼辦 那慢慢的我開始有一些想法 就是藝術到底可以怎麼樣進來的時候 我就去提案給國家文藝基金會 那那個也是一個比賽 我得到第一名我就拿到兩百萬 錢就來了 然後通過這個兩百萬 我現在又得到這個一百萬 所以我想重要的是想法還有做法 還有你是不是真的能夠凝聚一些人 所以這個後來就是說 只要社區有想法 其實工部門其實都會有一些經費在那裡 各種不一樣的經費是可以去找到的 所以包含我們剛剛看到嘉義 那個費用根本不是在做這種事情的 那個費用是什麼呢? 就像高雄 我相信大家過去都會熟悉 高雄有什麼鋼雕藝術節、貨櫃藝術節 這個都是來自同樣文化部的一個經費 叫做烏爾摩薩藝術節 也就是說文化部每一年會給各縣市政府經費 去辦國際性的藝術節慶活動 那每一個縣市的做法就不一樣 那像例如說高雄相對也是有一些資源的 那也有一些人才 可是很多鄉下像嘉義 是沒有資源也沒有人才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農村地區 大部分的公務人員其實都不喜歡到這種鄉下地方 所以最好的公務人員其實是在台北 然後接著可能就是高雄、台中 這種比較都會型的 大家都還是喜歡到多會型的地方去 所以這種越是天原、地方的公務人員 它基本上第一就是相對於其他來講 它的數值稍微比較低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文化的數量也不是很夠 然後你要它去提出一個好的想法 其實是很難跟台北、高雄、台中或者台南這種 比較有文化或者是比較有多會型、藝文活動多的場 那個城市去競爭 因為國家那個都是競爭的 所以當時嘉義其實也是因緣際會 我們就幫嘉義去提案 所以其實是我們幫地方政府去要到了錢 因為我們的想法很好 所以後來就要到了很多錢可以進行 所以我認為其實第一個 就是我今天是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藝術觀念 其實我相信各縣市政府大部分在辦的藝術節 都滿傳統的 就是大拜拜式的 我們可能找有名的藝術家來做一個展覽 然後那個展覽可能只有幾個人看到 或者是熱鬧一下 然後大家都各自回家 什麼事也沒發生 可是我們把錢是變成是 就是我們不是找厲害的藝術家來 而是找有一些想法的年輕藝術家 他願意到那種天鄉 待一段時間去跟居民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而且我們非常強調是 不是我們藝術家做給居民 我們比較是說我們來這邊 我們把我們既有的想法帶來 可是地方也有地方的想法 可以相互激盪 例如說剛大家有看到一些廟會 那我們的廟會常常都是有既定的形式 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那個廟會一定那個藝都是塑膠的 或是就是很傳統都一成不變 那我們就讓藝術家來帶居民 從那種做小的紙、紙黏土 做一個小小的造型開始 等到他們有興趣了 我們就說 那我們可以來玩這個藝 用紙來做 那時候就非常好玩 是有些居民比較害羞 因為鄉下都是年紀大的人 他們很害羞 他不敢參與 可是他就在家裡偷偷的做 等到廟會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我就覺得那個都很可愛 那我們在嘉義所做的事情 完全在台灣是破天荒的 在2006、07之前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引起很轟動 就每一個藝術家住的村子 他們都在當地所做的事情 都是半版的報紙的報道 那就很轟動 所以我記得那個廟會 剛剛看到是2007年 我們第一次做的是2006年 就像半版的那個報紙 就在報導 這個村子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因為他們是廟會 廟會不一定是週末 因為有時候就是神生日的時候 所以第二年的時候這些 因為就是年輕人都是出外工作 那個廟會又來的時候 他們全部請假 對 他們想要看那個廟會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 就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平時其實年輕人都在外面 工作不會回來 可是他們會為了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進到村子裡面 幫這個廟會創造不同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要回來看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問題 其實重點不一定是錢 因為很多很多現實有很多的錢 可是做的東西其實也不一定就怎麼樣 對 那我們其實相對來說錢比較少 可是我們去創造不同出來 謝謝吳教授 因為藝術及生活 藝術及藝術 感謝吳教授帶給我們一場 藝術的行李 剛才教授提到的是 大學生住村跟脾西小孩子的藝術啟發的部分 那想請吳教授您 關於高中生活這種比較青澀的階段 您有什麼建議跟一個給孩子的一個藝術的再啟發呢 謝謝您 這很棒的問題 剛剛我們有看JR那個影片 去年的暑假 陽明大學他們學生社團 不是老師安排 因為陽明是醫學院 他們藝術課程大概比較有限 結果他們有很棒的學生社團 他們就每一年暑假好像有一個 不知道叫什麼 類似什麼十字軍工作營之類 我忘記它的名稱 他們就是想要來做一個藝術行動 結果他們就找我去給他們點子 我就給他們看這個JR的片子 他們因為都是醫學院學生從來沒看過這種東西 他們就眼界大開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用JR的例子去做了一些行動出來 另外是我過去在政大也有帶學生 那時候也讓他們看這個片子 後來我們那些學生他們就去一些多更 有爭議的一些多更的場域 他們就去把居民的照片就貼在那些破牆上面 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我要講的重點是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藝術的門檻很高 因為好像我要學樹苗要很厲害才會 可是我相信大家剛剛看的那些作品 都會發現說那個門檻都很低 重點是在觀念 例如說JR就是拍照而已 那個每個人現在都有手機都可以拍 然後你洗 其實印表機也可以幫你印出來 可是重點是在於那個概念 也就是說 我如何找到一個適當的公共場所 你看就是街頭 然後什麼樣的議題是大家關注的 那這個當然要有一個研究的過程 再來是用什麼樣的手法跟民眾互動 我覺得JR的例子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方法很簡單 可是它卻可以達到一個很大的效應 這個也都是我們在學習的 我相信方法有各式各樣 不過重點就是說今天你會發現 基礎的門檻已經不是文基了 一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當你一起來想說 原來這也是一個藝術 剛剛你可以看那個社區呈現 幾張椅子擺起來 那個裝置藝術 跟我們想像 今天就只要大家去另外去想像 什麼是藝術 藝術的呈現是很多種類的 就他們這些在地的 跟這些在地居民 藝術家去結合 可以跟這些婦女 這些社區的居民 怎麼去產生一個臂術 看看你去剛剛畫片裡面說 在我一生中 影響我最深的是什麼 他就聯想到他的各個 他給他呈現來 我們當然有些是 在文學敘述盆子中 用你的敘述 你的故事 但是藝術家還不用 你用的刺繡 這個人可以呈現出來 這個都是很相當應用的 謝謝 今天謝謝我瑪麗 謝謝 謝謝